这是亚吉陀的首次战败 面对飞行的乌鸦天使 他不仅连最强的骑士梯 都被对手轻松地躲闪 而且在对手的猛攻之下 直接被打回了人类状态 好在思维敏捷的祥伊 从纸飞机中受到启发 意外觉醒了火焰形态 才化解了此次的危机 经过上次艰难的一战 乌鸦天使结束战斗后 迅速飞离了战斗场地 而落入安全区的祥伊 被迫解除了变身状态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祥伊从沉睡中恢复清醒 这时附近玩耍的孩子 吸引了祥伊的注意力 他似乎找到战斗的方法 眼看有了应对的方案 祥伊主动接住纸飞机 向孩子们礼貌地打招呼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警方 针对不可能的袭击事件 推测试未知生命体的行为 为了保护无辜的市民 以及受害者的相关亲属 一向老谋深算的北条 向上级要求更换装备员 因为只有尽快确定人手 才有能力与未知生命体战斗 结束数分钟的会议后 北条主动找到了冰川 他表示冰川即使失去工作 但仍旧是一名好警察 一番嘲讽后他迅速离开 这时小泽在身后忍不住吐槽 却遭到对方同事的反对 并表示北条人品很好 只是别人不了解而已 碰巧此时两人的同事 认为冰川十分的笨重 换上北条应该灵活一点 听到同事如此的说辞 冰川对自己逐渐产生怀疑 随后独自一人的冰川 来到针鱼的叔叔家 了解超能力的奇怪案件 但叔叔刚好出门在外 祥一见状直接拉上冰川 让他一起帮忙锯木头 看到祥一真诚的请求 冰川只好卖力的拉锯 不料紧过了数秒钟 他就因为力度的问题 直接将锯拉成了两半 听到祥一同样的说辞 冰川表示是锯子的问题 这时祥一抢下锯子的一把 不料冰川为了证明自己 直接夺走对方的锯子 随后开始卖力的锯木头 结果再次弄成了两半 让一旁的祥一不禁感叹 突然电话声响了起来 出于警方的紧急事件 冰川随即离开了此处 经过数小时的辛苦劳动 祥一完成了床的制作 紧接着将木材搬至房间 这时真语来到身后 看到祥一善良的举动 他改变了之前的看法 也许祥一只是碰巧出现 两人逐渐缓和了关系 然而正在祥一高兴之时 奇怪的感应突然传来 他立马赶往另一地点 并且在路上开启远光灯 提前进入战斗状态 同一时间飞行的天使 盯上了夜晚行走的女子 在这一场危险的时刻 祥一及时赶到了现场 面对上次危险的对手 他利用机车将对手打退 接着追赶逃跑的天使 不料天使准备俯冲撞击 祥一见状束缚对手的身体 来到高出的天台上 激战数个回合过后 祥一凭借灵活的身手 多次将对手击倒在地 眼看完全陷入了烈势 天使趁机飞向了高空 变身火焰形态的祥一 不断寻找对手的身影 看到天使出现在前方 他立马驱动手中的武器 并将新的力量注入 等到天使即将靠近时 他通过观察的纸飞机 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一见贯穿天使的身体 让天使燃起熊熊的大火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详意举止淡定地收回武器